WEEE 嘿 好了 大家現在呢是時間 1點鐘 1點鐘 然後呢 是你們的寒假的第一天 應該是吧 1月21號 應該吧 寒假應該已經開始了吧 我昨天走在路上 中午的時候看到一些 學生嬉皮笑臉走在路上 好像就一年寫了我放寒假的一點 感覺應該是啦 感覺他們應該已經放寒假了 畢竟這一週就過年了 再不放寒假 你們學校是王八蛋 OK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今天為你們想排這個的 因為 各位 我想說 以前的寒假呢 我都是在打工 不然就是上什麼 韓服啊 什麼有的沒的 或是補習班 我就覺得 這完全沒有放到寒假的感覺 那我現在 已經長大了 好長大了 我們現在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學生放寒假的感覺 所以說放寒假不就是要直接 睡到中午下午嗎 所以我現在剛直接睡到12點半 然後躺在床上滑手機 然後突然想到我們來拍一下這個東西 對 所以說今天莫名其妙 然後就要拍一個很很很很很 很廢的一個企劃 OK 那我現在進去刷洗臉 待會見 拜拜 拜拜 OK各位 我們現在呢 其實刷完牙也洗完臉 我們現在整個精氣神都來了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稍微 幫房間整理一下 我們要先吸個地方 我們待會兩點滿乾的 要直接去上課 所以說我們現在 抓緊時間 趕快整理一下房間地板 那待會呢 就去洗一下被單 跟那個棉被 還有那個枕頭套 然後我們就要直接殺去建功 上下我們可愛的教宴課 OK 那我們現在廢話不如何說 打開我們的吸塵器 開吸收 好各位我們剛剛呢 一個活力滿滿的快樂洗地板 洗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時間 好各位我們剛剛呢 一個活力滿滿的快樂洗地板 洗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時間 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已經大概40分45分 我們現在要準備去建功一趟 然後我們跟教練行約兩點了 就我們等下兩點的課 我們等下上來大概三點 然後去買個東西 回到家我們繼續做打掃好不好 我們彈假第一天 先整理房間 我們現在我們下課 我剛剛被我們這個教練 抄了又抄了又抄了 好現在來全聯買一個 等一下玩家要煮的東西 好了各位我們現在 東西都已經買好了 我們現在也要準備go home 繼續整理我們的房間啦 掰掰 OK各位我們現在已經回到家了 把我們經過了大概一個5小時的時間 去訓練 然後跟這個買東西 我們待會要把他拿去冰了 然後我們這段時間呢 那盯完之後 我們會有大概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們可以來繼續整理我們的房間 那就好像剛剛講 我待會兒 我們可以來洗我們的被單 我們要把我們的被單 床單 枕頭套全部拿去洗 然後這邊烘一烘 把它用乾淨 然後晚上 香香的睡覺 然後呢 在烘跟洗的這段時間呢 我會順便 順便幫我的公仔清個灰塵 因為我的公仔他不是放在那種玻璃櫃 他算是有點像斬架上面 所以他會有灰塵 那灰塵的話 他勢必是要清一清 所以說待會兒稍微 稍微清一下我的公仔 對 就是這樣子 那 其實東西還蠻多要用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 可能弄好之後 恩 大概是6點 6點多吧 那6點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開始煮飯桌 我們今天的晚餐 那 開始去洗床單 掰掰 掰掰 OK 各位 我們剛剛已經把衣服 那個 不是衣服 我們的棉被已經洗了 我們現在開始來整理我們的公仔 那我公仔這個 心裡公仔小幫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然後就每一隻拿起來 就稍微用 然後把灰塵放在地上 然後待會兒呢 又要再吸一次地板 所以這個 我們做事情 這個順序要做對 我們不要 先用地板 然後他媽的 然後現在又要把灰塵拍到地上 然後等一下再吸一次 讓杯墊 先不要 再次再次再次把灰塵去 好,各位,我們經過了三、四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終於把我們右手邊這一整櫃的玩具 小模型稍微的清理了一下 那可能下一下禮拜可能還要再把它全部都拿出來 然後連櫃子都清一波 好,但是你們現在看到這一整櫃不是我全部的玩具 你們現在仔細看我們後面 那邊二樓那邊有一隻戰鬥暴龍獸跟我們的魔人服 然後我們那一居的袋子後面還有四隻黃金聖鬥士 跟我的一隻酒喇嘛 還有旁邊一隻小米牙豬 還有八隻還沒處理 這邊告訴各位,買玩具,買攝影就好 買太多,輕到死,就像我這樣 輕到死 因為像我這個人本身就是不喜歡用玻璃櫃 因為玻璃櫃它無法隨時觸摸到你的玩具 你要把它打開來,再關起來 我不想做那個動作 我覺得那都會太麻煩了 所以我就直接買這種開架式架子型 直接這樣摸,直接這樣摸 直接一個爽 可是缺點就是灰塵要輕 剛剛這個灰塵也是輕的一些 輕的少出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愛玩具的人 我們就是三不五時偶爾給它輕一下 輕一下,摸一摸摸一摸 摸到它就開心,心情不好就摸它 好,但是這樣,非要不能再繼續講 再講下去,我們的衣服 我們的窗單 我們的窗單就快臭掉了 感覺快臭了 今天我們要洗洗36分鐘 對,我現在大概弄一弄 大概用完了快40分鐘 我現在繼續講的話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現在立刻殺去 整個洗衣店 把我們的衣服拿去紅 掰掰 掰掰 哈囉,各位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那個 床單拿去紅了 然後呢 回到家去洗個澡 搞東搞西 所以把我們剛剛那個 菠菜還有這個 雞肉還有那個雞蛋豆腐 都給它煮起來了 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晚餐就是這樣子 再來這個時間要幹嘛 我們等一下 在享用這個東西的過程呢 追劇 寒假 不追劇 這個就不行 所以寒假不要只在那邊打囉 然後就在那邊打嘴炮 沒有 要追下去 了解一下東工好不好 東工給他看一下 現在看25集了 那希望今天可以看到30集 今天再追個5集就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開心享用一下 我們的這個 雞蛋豆腐跟菠菜炒雞肉 OK 雞蛋豆腐真香 好 進入快轉畫面 好 再過來我們現在呢 已經吃飽喝水 我們連這個 晚餐都已經拿去洗了 吃一個飽 吃一個開心 吃一個歡喜 那我們這個 備單的部分呢 應該已經烘得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要去 今天拿一下我們的備單 OK 那我們 帶回來就直接開始補 OK 各位 我們今天的行程 大概就這樣子 好 所以這樣子非常喜歡 差不多要結束了 我個人覺得還算蠻充實的 因為我平常基本上 如果不拍片的情況下 我基本上就是一直坐在那位 我就是早上坐在那邊 就一直坐著 然後可以看劇 打電動 然後跟朋友聊天 然後去運動 這樣子 就是一個非常費的行程 然後順便想想奧派是什麼東西 想一下 知道做什麼菜 就這樣子而已 那今天呢 是21號 再過幾天 我們就要過新年了 那希望大家除夕夜的時候 如果可以 能留在家裡 陪家人一起吃團圓 那還是最棒 OK 那如果你要去上班 我也覺得非常的不錯 因為這就賺錢 就賺錢 而且除夕夜上班 還有Double 所以說好像 呃 好像也還不錯 反正記得 今年過年 希望大家有個好幾個堆 那現在就祝大家 鼠年級 鼠年型大月 今年沒有負能量 正能量 通通都跑到你身上 掰掰 Lecture 從大明天 對 目標準 嗨 來 看 臭 靠 在 同一 我的 我 要 看 你的 美 干你老乌